大家好,歡迎收看GD加文的IMG 我是Daniel的NEW 她是G小姐 這個頻道將會由我們兩個來共同的經營 現在最主要會只有看到我在鏡頭面前跟大家講講話 因為G小姐現在對鏡頭還是有一點點的聲色 所以我們要慢慢的讓她來適應對鏡頭講話 慢慢的再把它拉進來頻道裡面 跟大家見見面 好啦,我們廢話不多說 就來說說為什麼我們要開始用這個頻道吧 我們之前也就有在寫一些旅遊的部落格 然後分享一些我們以前在台灣的美食啊 生活資訊啊 國外的旅遊資訊 很多粉絲喜歡我們的文章 然後粉絲團連結一些些就一些些 但是也真的很感謝你們的支持 所以說我們才會持續的在更新社群軟體 現在呢,開始我們的頻道影片 然後我們開的方式 然後來呈現給大家 就由我這個害羞的個性 然後來跟你們去講講話 所以請原諒一下我的害羞 嗯... 嗯...好像打我了 為什麼現在這個頻道要叫GD加溫ING 因為其實G小姐跟我 丹妮、丹妮、橘先生 D、D、D先生 D、D、D先生 D先生 英文縮寫的開頭就是G跟D 加溫中 其實有兩個含義 加就是我們現在是在加拿大 溫就是溫哥華 加拿大溫哥華 Ing 但是我們還有另外一個含義喔 就是...哎呀,這有點放閃 大家墨鏡帶起來 就是我們的感情 也持續在加溫 Ing喔 又有人在看著我 有點害羞 先來分享一下 就是我們現在在在地的生活 我們已經來加拿大溫哥華五年了 分享我們面對到的一些困難啊 不便啊 然後那種心酸血類史 這個頻道就分門別類的來跟大家說一下 聽起來是不是就非常的... 有吸引力啊 這個頻道就會根據 如果假如你們要來溫哥華 旅遊啊 還是生活啊 那到底需要知道一些什麼 也許我們可以分享一些資訊 你們現在正在面對的 或是說你們準備要過來的 然後即將面對的 可以在這個頻道得到一個解決 所以就是持續關注我們的頻道這樣子 我們首先要讓你們知道溫哥華 到底有多美 一年四季到底可以做什麼 首先 我來先講一個春季 春季其實有一個很酷的事情 就是櫻花 做到櫻花就真的厲害了 春季之後到處都是粉紅色 而且溫哥華的櫻花 真的是有非常多種 所以說他們是會陸續開花 就是走在街上然後就會地上 就會看到很多粉粉夢幻的粉紅色花瓣 覺得喔你身處在一個夢幻泡沫的城市 聽起來很厲害吧 除了櫻花之外 春季就是一個大花盛開的季節 紅紅綠綠紫紫藍藍黃黃的花 真的都很多 然後就會看到一大堆什麼 像繡球花啊 巨金香啊 風鈴花啊 新衣草啊 還有香日葵 我走在花園裡面 然後春天的時候就是 像放煙火一樣 就會全部都冒出來 接下來呢 就進入夏季 夏季的時候有一個非常特別的東西 自從春季開始 日照時間就會慢慢的 一直變長到9點10點變晚上 代表你有很多時間可以玩啦 很多慶典活動啊 旅遊節啊之類的 那除了這些東西之外呢 溫哥華的夏季 還有很多跟大自然共處的時間 比如說像水上摩托車啊 水上飛機啊 噴射遊艇啊 夏季會非常的盛行 所以喜歡戶外活動的人 在溫哥華的夏季 一定就好好可以來探索一下 而且重點是 這邊到鄰近國家的城市啊 的機票還有交通 都是非常方便的 這裡適合road trip去探險一下 然後夏天的活動真的是太多了 如果你只是做一個city tour 我漫步在溫哥華的一些橋上 然後往下俯瞰 我就沒辦法講話了 為什麼 真的太美了 遠方那個山的輪廓 海港 然後底下一大堆 遊艇這樣子 緩緩的四處港 哇那種輕鬆自然的感覺 真的是每次夏天 我就最喜歡在吃完飯之後 然後就是去橋上那邊散散步 或者去海邊那邊走一走 好啦 先不跟大家講這麼多 我就是讓大家看見了 這麼多溫哥華夏天的美景活動 接下來我就要講秋天 秋天有兩個很厲害的東西 最厲害的就是什麼 加拿大國旗的中間 就有一個 枫葉 溫哥華的枫葉 是非常非常的多種 不一樣的時間陸續的變紅 九月底十月的這段期間 真的不是蓋的 到處都是楓葉 然後那個楓紅 美到真的不像話 就不是那種就是 單純的大紅色 就是有點橘紅橘紅 特別是在那個陽光灑下來的時候 哇 真的是超級美的 真的超級美的 就像居小姐一樣 只要在那個楓紅的季節 就會在黃昏時快到的時刻 然後配合拿一點昏黃 然後就拉著我的小手說 趕快拿起相機我們走 然後我們就要去 咔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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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拍的沒完沒了 一定要拍到完全沒有光 那個楓葉真的不是蓋的 如果大家有機會 就是在這個季節 好好的來孟哥華安晚 或者好好的來這邊生活一下 第一個象徵就是半聖節 很多戶人家都會有半聖節的裝飾 然後有人插墓碑啊 骷魯陀啊 就小心他一個頭就會被 就會被嚇到 他們就是會去你的門前敲門 要談我 有機會真的 這邊也可以體驗一下 萬聖節的Party Party裡面就會很多變裝修 接下來我們進入了冬天 冬天也有兩個非常重要的地方 第一個就是大家萬眾期待的滑雪 我告訴你們 溫哥華在鄰近的都市上 就有三個滑雪場 真的去與大自然親密接觸的那種滑雪 是真的很不一樣的感受 真的很爽啊 你真的來這邊生活之後呢 會買計票 學票呢 滑到爽 滑到飽 滑到米 不要不要 這個就是冬天在溫哥華的一項很大的亮點 還是美式就直接往滑雪場跑 第二個亮點就是聖誕節過節囉 很多很多的聖誕活動啊 聖誕Party啊 聖誕市集啊 就是家家戶戶外面 都會擺上有氣氛 節慶味道的聖誕裝飾 走在路上就可以感受到 濃濃的聖誕的過節氣氛 一年四季其實都有幾個月份 適合來旅行 適合來生活 大家看看溫哥華的美 有沒有覺得 來溫哥華好像真的很不錯啊 來來來來 如果你們對溫哥華有興趣的話 持續看一下我們的頻道 我們會陸續更新一些 溫哥華的相關資訊 我會介紹你們好吃的啦 好玩的啦 好買的啦 好省錢的啦 通通都會告訴你 如果喜歡我們的話 就幫我按一下那個 那個follow好不好 交給你了 好 叮起來 小鈴鐺也可以開一下 叮叮叮 OK 拜拜